国道上出现了危险驾驶 在台中有驾驶一次是上错了交流道 不顾后方有无来车 就直接的在路口处危险倒车 另外呢是在苗栗 有一辆轿车不明原因自撞护栏 导致左后车轮爆胎变形 但是这名驾驶呢却没有请脱掉 而是执意的继续开车 结果整辆车有如螃蟹走路 一路横移下交流道 让人捏拔了开 黑车左摇右晃一路蛇行 从未先到横移道路间 整台车就像螃蟹走路 横着走放大镜头仔细看 车尾保险赶掉了 左后轮爆胎变形 驾驶却执意引开 报案称一辆小制客车 因不明原因先自行 放弃内侧护栏 后再与一辆大型车崩撞 事发在国道3号南下118公里处 驾驶自撞护栏 脱掉车到达现场 紧跟在黑车后面窃户 因为驾驶认为 车子还能开不愿脱掉 直接在时速破败的国道上 硬着头皮开了一公里 最后才开下驻南交流道 驾驶沿路又开了五公里 才找到修配厂 但它危险驾车行径 被拍得一清二楚 得面临最高三万六千元的罚还 另外在国道1号台中交流道 也有离谱驾驶 好猛的 驾驶疑似上错交流道 在路中间倒车 这种事也对被我们遇到 傻眼 驾驶不过后方 有没有来车 碾过两根防撞杆 切除北上车道 警方说可以开罚 一千八百元 它应该是往前走 然后到合适的地方 再回转上去就好了 两名驾驶危险驾车 要是真发生意外 可就不是罚钱 就能了事 记者综合报道